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要靠我儿子养 还要把钱转给娘家人 我儿子可真可怜 得养你 养你两个女儿 还得养你的娘家人 你去把这钱要回来 如果要不回来 你就从我家里出去 不是我瞧不起你 我是心疼故城 这一家子全靠他一个人累死累活 春梅 说白了你就是在家吃闲饭的 花得用的都是我儿子的血汗钱 婆婆骂我的时候 生下二胎女儿还没到一个月 我还在坐月子 我知道婆婆心里有些不高兴 因为我二胎生下的还是女儿 所以她也借此机会想骂我一顿吧 其实如果不是大姐生病住院 婆婆说来帮我坐月子 我肯定不愿意让婆婆伺候我坐月子 我生一胎女儿的时候 婆婆说自己身体不好 没精神伺候我坐月子 更没体力帮我带孩子 是我大姐来伺候我坐的月子 帮我把女儿带到了三十个月可以送幼儿园 我叫吴春梅 今年三十五岁 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我出生农村 父母生了我们姐妹三个 母亲在生下我大姐二姐后 父亲心疼母亲去做了劫子 可在我大姐十八岁 二姐十三岁的时候 我四十岁的母亲居然再次怀孕 大姨妈好几个月没来 母亲也没有太在意 她以为自己四十了也许绝经了 母亲是在自己肚子大了起来以后 以为自己生了绝症 去医院做了检查才知道怀了孕 那时的我已经六个多月 那时还是计划生育时代 如果生下我得罚款 父母虽然都不是重男轻女的人 但在农村家里没有儿子是要被人欺负的 再说我已经六个多月了 怕银产对母亲的身体有伤害 父亲咬牙认了一千元超生罚款 八十年代中期一千块钱 对于我们这种农村家庭来说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时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没有一千元 妈妈还问几个舅舅家借了六百块钱 才凑够罚款 我出生后 村里很多人都嘲笑父亲 花了一千块钱 拉下不少饥荒 结果还是个赔钱货 父亲是个很忠厚老实言语 很少木讷的 她也不回话 只是憨厚的笑笑 我出生那年 大姐正参加高 考 可惜大姐只差了三分 没能考上大学 父母是想让大姐复读再考一年 可大姐拒绝了 她说 爸 妈 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女子早就下地干活 或者家人帮衬家里 能读到高中毕业别人家的女孩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家里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出去打工还债 赚钱让二妹跟小妹读书 我要让大家看看 我们家没有儿子也能过上好日子 不管父母怎么劝 大姐就是不肯复读 大姐去广州投奔了在那里打工的舅舅的女儿 我的表姐 姐姐刚开始去的时候 每个月只有三十元工资 自己只剩下五块钱 其他全部寄回家 大姐后来又去深圳打工 高中毕业的大姐 在那一群打工魅力属于有文化 她又肯学肯钻研 去深圳工作的时候 她进场就是拉长了 很快又提升为主管 大姐在外面打工的那几年 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学习 为了多赚钱 她经常加班家 但只要有时间 她就抽空学习 通过自学 大姐参加的成人高考 八年拿下了字 考大学文凭 字大的文 凭全国都承认 大姐拿到大学文 凭后调到了办公室 做了总经理助理 大姐挣的钱自己留得很少 大部分都寄回给家里 家里还了债 也盖起了村里地 移动三层小楼 二姐也考上了师范大学 大姐三十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 母亲悲痛欲绝病倒了 大姐为了照顾母亲和我 和姐 夫商量 以后考虑再三 决定回老家创业 大姐在村里 开了一个服装加工厂 后来 厂子生意越来越好 大姐在村里 买了很大一块 地皮盖起了厂房 二姐大学毕业以后 没有选择城里的学校 而是选择 回到我们乡里的乡中学 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我虽然出生在农村 但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家里的生活环境 就已经挺不错了 我是在父母姐姐们的 关爱下长大的 在大姐二姐的督促下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挺好 大学考上了上海的 一所211大学 上了大学以后 大姐每个月 都给我打不菲的生活费 二姐考上大学以后 客余时间都自己做家 交正生活费 我也想向二姐学习 勤工俭学打工 挣自己的生活费 由于我上学的时候 穿着打扮都比较朴素 别人问我家是哪里的 我都说乡下的 我又一直勤工俭 班上和寝室的同学 一直以为我家庭条件比较差 我和老公叶琴 是在一次校园的活动时认识的 他比我高一届 相貌长得虽然一般 但为人很温和可亲 很照顾我这个什么都不懂小师妹 耐心给我讲解 手把手教我怎么操作 让我对这个温暖耐心的大男孩 印象很好 后来我们又有了几次接触 互生了好感 他对我表白了 我没有多考虑 就接受了他 我知道他是上海本地人 不过不是上海市区的 是上海松江的 父母也是种田的 知道我在勤工俭学 挣生活费 他也和我一起打工自己挣生活费 叶琴认为我出生农村 父亲又早不在 我和母亲靠姐姐 姐 付救济 上了大学我一直勤工俭学 他一直认为我家条件不好 经常会给我买生活用品 衣服等很实际的礼物 我也懒得跟他解释 再说我家有钱的是大姐 我们家并没有钱 叶琴大学毕业后 领我见了他的父母 他家是一栋二层的楼 他们那里的环境和我们村里 没什么区别 叶琴的父亲挺热情 人也比较随和 母亲却用不懈的眼光看我 带我回家 叶琴应该事先和家里打过招呼 可我去她家的时候 她母亲没有准备饭菜 我们吃的是她前一天 去吃酒席带回来的菜 她 母亲还故意说 这可是两千块钱一桌的酒席 你平时应该挺难吃的 大酒店大厨的手艺 我有些无语 虽然有些不快 但她是叶琴的母亲 我脸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笑笑 嘴里还连说 好吃 好吃 叶琴大学毕业后 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虽然工作的地方 离我的学校比较远 但只要有时间 就会来学校看我 给我带些吃的用的 我们俩的感情 一直挺稳定的 很快 我也大学毕业了 家里本来是希望 我回这江老家工作的 但因为和叶琴恋爱 所以我决定留在上海找份工作 叶琴本来是住单位宿舍的 我毕业以后她租了个房子 我们同居了 每天下班回家 买菜烧饭 基本都是叶琴做的 时不时也会给我点小浪漫 我工作一年的时候 叶琴向我求了婚 我心里是有些疙瘩的 她母亲不喜欢我 每次叶琴带我回她家 她母亲经常跟我说 有户人家的姑娘 看上了叶琴 家里很有钱 还是上海本地人 说如果叶琴肯娶她 陪嫁一套房子和一辆车 可惜我儿子没这个命 看上了你 这个外乡人 叶琴应该很明确地 跟她母亲表示过要娶我 爱 所以每次叶琴母亲 也只会背着叶琴说这些话 虽然每次话里话外 都是看不起我 但想想叶琴对我不错 她父亲对我也挺好 叶琴也不是妈宝男 我也就不太在意 我带叶琴回过家 母亲和两个姐姐 对她都挺满意 她知道我大姐开着场 也知道我家的条件 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差 但叶琴并没有跟她母亲说 我们两家商定婚事的时候 叶琴妈妈说上海市区房价 要让我们在松江买房子 但我们俩都在徐汇区工作 如果在松江买房子 通勤时间太久 后来还是大姐敲定 两家各出一半的钱付手 付 在徐汇区买套房子 剩下的房款 由我和叶琴自己还 本来挺高兴的一件事 叶琴母亲 以为我们打脸充胖子 还在家属群里说我不懂事 不孝顺 说家里条件明明不好 为了嫁个上海人 要掏空家里人的钱 给我在上海买房 她明明知道我也在群里 但还是要这么说 本来在叶琴母亲 说家里没有多少钱的时候 母亲和大姐不想要彩礼的 但大姐看出了叶琴母亲的势力 坚决要了八万八千的彩礼 结婚的时候 母亲不但把八万八千的彩礼 都给了我 也给我置办了一份不错的嫁妆 大姐还另外给了我十万的 压箱底的钱 结婚以后 我和老公商量 先努力工作几年再要孩子 可婚后第二年 婆婆就催生了 每次回去吃饭 就会说一大通拐弯抹角的话 如果老公不在 就会对我说很难听的话 婆婆还爱带我去亲戚家 每次在亲戚面前都要教训我 让我下不来台 每次我想想老公对我的好 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婚后地 三年 老公想自己创业 婆婆不答应 说给我们买房结婚 已经掏空家里的家 哪里还有钱给老公创业 其实工作几年 我们自己也存了一些钱 根本没有想过让公婆赞助 老公也不是很听婆婆话的人 她回我们老家和姐姐姐夫商量了一番 还是决定自己创业 姐姐还借了我们二十万做我们的创业基金 但创业远比我们想象的难 刚开始我跟老公社不得花钱请太多人 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但我们也曾一度发不出员工的工资 那时确实很难 有一次要交五千多元的电费 我和老公卡里都没钱 老公硬着头皮 问公共借六千块钱 可不知道怎么被婆婆知道 婆婆把我大骂一顿 说我没本领 管不住老公 做生意有这么好做的 到时候不要亏地卖房子 那时我和老公互相加油打气 我卖的结婚时买的三斤 母亲给我的彩礼钱 和大姐给我压箱里的钱也早用完了 我曾经想过问大姐二姐借钱 但老公阻止了我 他说我们欠大姐的二十万还没还 我们再挺一下 也许挺过这个坎 我们就能好起来 还真被老公说中 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一个单 完成这个单以后 我们公司缓了过来 公司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我们也填足了人手 自己也不用那么累了 我也开始了备孕 我没生孩子的时候 婆婆一直催着我生孩子 每次都说 趁着我年纪还不是很大 还能动动 还能给你们带孩子 早一点生 你只管生 我会给你带的 可孩子生下来以后 婆婆又说自己身体不好 没精神给我带 我生一胎女儿钱 公婆家的房子拆迁了 分了两套房子和不少钱 更瞧不上我 婆婆觉得自己应该及时行乐 更何况 我生的是孙女 不是孙子 所以婆婆没有来给我带孩子 也没有伺候我做月子 只是包了我一万元红包 我妈年纪大了 大姐不放心我 把工厂交给了外甥 自己赶到上海来伺候我做月子 但是我女儿一个月以后 大姐不放心请保姆 和我说 反正你外甥大了 我也要退休了 这样我帮你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 就这样大姐在我家 帮着我把女儿带到了三十个月 她都很少回老家 看姐姐和外甥 几乎都是姐 符合外甥来上海看她 姐姐在我家的两年多 又出钱又出力 老公每个月给姐姐五千元买菜 但姐姐的菜水果都买得很好 还经常给女儿买衣服买玩具 五千元根本不够 再给钱姐姐死都不肯要 女儿快三十个月的时候 外甥媳妇快生孩子了 大姐这个婆婆得回家照顾儿媳妇 大姐这才回家 没想到大姐离开以后 女儿就生病了 没办法 我只能抛下工作 在家里照顾女儿 老公觉得女儿才两岁多 反正我也经常觉得累 不如我在家调理一下身体 带带女儿 我考虑了许久 觉得也行 从此我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 哎 婆婆又是各种贬低我 不过每次老公都帮我说话 她说 妈 你一辈子都没有去打过工 在家做家庭主妇 难道你就一点没有价值了吗 如果没有我老婆管好家 做好后勤 我怎么有心情出去赚钱 我老婆做全职妈妈 比我辛苦多了 前年的时候 婆婆查出肾上县长了一个瘤 切片检查是良性的 但医生也建议她做切除手 术 婆婆住院的时候 都是我护理她 刚动完手术 连动也不会动 都是我给她的擦的身 喂的饭 我们俩的关系稍微缓和了一些 去年下半年 我又怀孕了 这次婆婆到主动说起来我家照顾我 大概怕她再不照顾我 以后她生病我不管她吧 哎 不过来我家以后对我还是各种嫌弃 对我大女儿也从来不会和颜悦色 我又不能马上赶她走 只能忍忍 想想等她伺候我做完月子 就让婆婆回自己家 结果去年年前 大姐在家里突然晕倒 一查试宫颈癌中晚期 我一急居然也晕倒了 而且出了血需要住院保胎 大姐的病让我很是伤心 大姐帮了我很多 但大姐生病 我却不能帮上什么 于是我就让老公公司的人给大姐赚了五万元钱 同事是去银行转账的 并且把转账凭证交给了我 我也就放在了口袋里 没想到婆婆在洗衣服的时候翻了出来 觉得我贴补娘家很多 她儿子太吃亏了 就对我破口大骂 儿子下班回家后 婆婆弟一时间把我给大姐赚了五万块钱的事告诉了老公 婆婆大概以为老公会不高兴 没想到老公回房给婆婆收拾了行李 对婆婆说 妈 你回家吧 我是想让你来照顾我老婆的 而不是给我老婆弃手 我老婆还在月子里呢 再说了 我家的钱 我老婆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不要说五万 就是她给大姐五十万 我也不会说一句话 我有今天多亏了大姐 妈 你小时候不是教过我要知恩图报吗 婆婆被老公拿行李箱的行为震住了 结果她推翻了行李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骂道 你这白眼狼 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为了谁呀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老婆有什么好的 儿子都生不出 又不孝顺公婆 就你把她当个宝 妈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跟我老婆肯定会孝顺你和爸爸 但你不能太做 像你以前 你身体不好 不给我带孩子 我也没觉得什么 因为你的义务是带大我 你没有义务带大我的孩子 但同样的 我和我老婆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怎么过失我们的事情 我老婆在家里也是教养着长大的 父母姐姐从来都舍不得骂她 可你每次张嘴就骂 我老婆说过什么 看在我的面上都忍了 妈 那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我老婆好一点 她是你孙女的妈妈 是你儿子的老婆 她是要陪我过一辈子的人 我虽然在房间里 但老公的每一句我都听到了 其实婆婆每次说 我只要被老公听见 老公都会为我讲话 也许是这样 婆婆更和我不对付 觉得是我抢走了老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